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做牛肉西蘭花焗薯仔 當是小吃又或者吃西餐的時候做配菜都可以 首先預熱烤爐 然後把兩個薯仔洗乾淨和抹乾 然後塗上橄欖油 焗出來的皮就會脆一點 然後在薯仔的表面均勻地刺洞 將它放入焗爐 用200度焗35分鐘 然後準備西蘭花 西蘭花我比較喜歡用一些小粒 所以我把頭再切成小粒的小花 芝士方面我選擇了味道比較濃的奢打芝士 你們也可以用巴馬桑或莫薯仔 薯仔焗好之後就可以拿出來攤凍 在攤凍薯仔的同時 就可以用鍋用中火炒熟牛肉 然後就可以用中火把西蘭花煮熟 然後就可以在同一個鍋裡加水 然後就可以用中火把西蘭花煮熟 然後把攤凍薯仔對半切 然後把放涼的薯仔對半切 熟了的薯仔里面的肉很容易刮出来 就把所有的薯仔肉刮出来 把薯仔放入一个干净的碗 加少许盐 少许黑胡椒粉 加碎芝士 再加酸忌廉 用叉子把它们搅匀和压成肉 加熟了的西兰花和牛肉 然后将馅料平均地放在薯仔壳里面 搅拌芝士碎 就可以放入炉焗了 焗的时候可以铺一张石纸在底 用200度再烤15-20分钟 拿出来放冰就可以吃了 简单 放入炉焗 加雅 入炉焗 入炉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